不知道各位车友有没有发现 汽车在怠速的时候出现引擎好像在气喘的情况 又或者是油耗突然飙高的情况 把车辆送去检查了很久之后都找不到原因 后来才知道是节气门出现了问题 那么是什么问题会影响到节气门的运作呢 节气门是控制空气进入引擎的一道阀门 当你踩油门时 节气门就会扬起一定的角度 让引擎吸入相当的空气燃烧 空气引入引擎后 被带到引擎内部燃烧 借此完成一个工序 换句话说节气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掌握引擎的进气 少了空气引擎便不能运作 和其他的零件一样 节气门一样也是需要做定期的整理清洁等等 当它过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的车子出现了怠速不稳 出现气喘的时候 再不然就是油耗飙高等等 这个时候你就要到汽车维修中心 进行检查还有修理 通常情况下 如果只是节气门脏的话 维修员会用特别的方式为其进行处理 当然如果你易高人胆大的话 其实清理工作也可以自己来 因为在老款的车型 清理节气门并不是那么困难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整个节气门出现损坏 这个情况下 只有更换才行 在清洗了节气门之后 情况不见好转 而且油耗越来越高 因此最后只能选择更快之后 整辆车就能够恢复到了正常情况 至于多久需要清理呢 小编建议是2万公里一次 但是节气门积碳的情况 还是要看你的车子 时常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了 因为如果你只是开车去接孩子 常时间在学校门口等待的话 可能会导致节气门的积碳情况加剧 因为在静止的状况下 燃油燃烧不均匀 因此积碳情况更为明显 如果你的车子时常静止代速 而你又感觉到车辆的传递不稳定 以及油耗标高的话 是时候去检查一下比较好 不然更换起来可不便宜